蜡新聞152 152 蜡新聞歡迎收看今天5月11號的蜡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一寇 今天我們看到確診的病例仍然是本土超過了5萬人 可是死亡的個案當中已經從雙位數變成了 死各位數八個人 而且正如各界所預料的是 他們是有慢性病史 而且中間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沒有打過疫苗的人士 所以希望在各位的身邊家人朋友 如果還沒有打疫苗的 一定要找機會趕快把三劑打滿打好 來保護你自己的免疫力 就算是確診 也不會進入重症 我們的指揮中心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們在全台灣的醫護人員也進入了險峻的工作狀態當中 可是台北市的市長跟副市長黃珊珊卻頻頻的出糾 今天黃珊珊副市長她快篩陽性 她正在檢疫隔離當中 我們希望她如果是確定確診的話 身體可以早點康復 但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由黃珊珊跟柯文哲這個團隊 所發動的針對指揮中心所進行的攻擊 到禮拜一的時候 幾乎全面的都還回了柯文哲跟黃珊珊 甚至於在昨天 黃珊珊還指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答應給的快篩計沒有到 卻被收到這個快篩計的一個高中的一位王主任 自己公開他簽收的這個簽收單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位高中的主任 他還說他已經把簽收到的快篩計這件事情 承報給了台北市的教育局 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教育局為什麼沒有讓副市長黃珊珊知道 黃珊珊公開抱怨指揮中心之後呢 事實的證據 卻讓黃珊珊滿臉鬥花 這是橫向的聯繫出錯了呢 還是故意的要製造錯誤的訊息 來攻打陳時中 想要達到台北市長選舉 對民眾黨 對黃珊珊 對柯文哲所提的人嘛 比較有力的一個政治效應嗎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當然其心可諸 前幾天 趙兒康又在狂言痛罵陳時中 說他的七月的所謂解封 而且七月不公佈確診的個案數字呢 是為了自己要做選舉的準備 當時陳時中的回答是 他是一個政務官 他要做政務官該做的事 當然沒有想到選舉 可是柯文哲卻是時時想到選舉 這一波戰爭 當他們展開攻擊 一一的由市政對比之下發現 全部都是污妙 然後被還擊的粉身碎骨 一無是處之後 柯文哲又來了同樣的一個模式 昨天居然一個首都市長耶 他還在記者會裡面呢 又在說 他所受到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付他 比對付病毒還要兇 應該是反過來說吧 在這一陣子以來 每一次我們的疫情 達到嚴格的或者是威脅的狀態的時候 對疫情指揮中心比病毒還要殘酷的是誰 去年疫苗的時候 環南市場的時候 不是柯文哲嗎 前年口罩的時候 不是柯文哲嗎 柯文哲不是在前年的時候 還績效疫情指揮中心的口罩不夠 推出了一個口罩販賣機嗎 現在販賣機在哪裡 不了了之 變成了廢鐵 這一波是由黃珊珊推出了一個嚇死人的 棄手論跟投降論耶 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在我們的政論節目 以及各種新聞報道 以及指揮中心提出來的這個郵件證據 是探照燈的照射之下發覺 這一對市長跟副市長根本是一派胡言 柯文哲 禮拜一還躲起來 不敢開記者會 跑到花蓮去演講 講的議題還是生死之間呢 我告訴你啦 你柯文哲需要的是是非之間 政邪之間呢 這一仗打輸了 打得鼻青臉寵了 又來同一個模式 說是 反正應該講的是蔡英文的民進黨吧 說她是名嘴 網軍治國會有報應 報應就是這些人的公信力 公眾的說服力越來越強 繼續揭發柯文哲的假象吧 我們今天還要探討的是 黃珊珊說她發明了一個叫做 車來速的PCR快篩的一個通道 結果被大家翻出新聞發現 第一個在台灣實現的不是陳其邁嗎 很多人開玩笑說黃珊珊在搶麥當勞的功勞嗎 或者是在搶肯塔基嗎 但是不管怎樣有必要嗎 我們現在應該安撫的是人心 不是浮動人心吧 為各位在節目當中 當然還要繼續追蹤探討的是 鄭蘭公的問題 鄭蘭公的財務仍然是不透明的 他的官網上面對於最新的財務資料沒有更新 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就這樣眼睜睜的 看著你被鄭蘭公踐踏在你的腳下嗎 中央的內政部仍然只用公文來搪塞我們大家的質疑嗎 最後我們要告訴大家的好消息 當然就是台美關係的進一步 今天老共的人又開始跳腳了 當美國國務院刪除了他 其中說反對台獨這樣的一個用語 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這樣的用詞 他的背後所鋪陳的會是什麼 今天我們請到有國際問題經驗的汪浩先生 在現場幫我們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就是來自牛津大學的國際關係博士汪浩 酷酷姐大家好 歡迎你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他揭發了黃珊珊的所謂的疫情防疫的功勞部 這本書剛剛才被我們發現五百本要一百五十三萬 我以為裡面有夾黃金呢 剛才仔細看一下並沒有啊 為各位介紹的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簡舒培 酷姐好大家好 好繼續大家在南宮就在他的監督之下是民進黨的臺中市議員施智昌 酷姐好大家好 歡迎你好 這個就是他讓柯文哲有報應的揭發了柯文哲 關燈讓疫情進入黑暗期的內幕 他是政治評論家汪浩東 酷姐好大家好 謝謝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現在的國民黨的臺北的西義松山區的市議員候選人張委員 酷姐好大家平安 好謝謝財經專家也是政治評論家汪潔民 大家好 好我們來看最新的發展就是柯文哲自己發動戰爭 自己出拳自己打人 結果弄了半天自己被打垮了 自己趴在地上鼻青臉寵了 然後就哀嚎說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付他很兇 還又在那裡用同樣同樣的說法 這個說法我們都已經聽了幾百次了 就是當他被打敗的時候 就怪打敗他的民進黨的中央 是用了網軍用了民嘴 而這次還講了一句話 好像他媽媽的用語叫做有報應 到底誰報應誰 如果我們連基本的武器都沒有 基本的盾牌都沒有 這樣不是共存 這樣的情況是棄手甚至是投降 我們要了12萬劑然後他們要給我們73萬劑 但事實上12.5萬劑是5月4號申請的 現在還沒有到 那中央有發文來5月6號發文來說 他要給我們73萬500劑 他會東幾天配方 那目前也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希望中央在徵用快篩器之後 其實就應該趕快快速的提供給人民能夠取得 對付病毒不要比對付柯文哲還用心 我說對付柯文哲不要比對付病毒還用心 用網軍跟民嘴治國遲早會遭到報應 我也不想講了 快篩起來而已 買不到是40百 那下個禮拜就好像打橄欖球你知道 最後那個要準備撞擊 就下個禮拜 撐得過去了 這柯文哲的團隊跟華珊珊這一次出拳 又是投降又是棄手 然後又說中央不給人家快篩器 結果用公文 用郵件跟用市政證明 這一對市長副市長 根本胡說八道也就罷了 柯文哲禮拜一就躲起來了 不開記者會跑到花蓮去演講 然後昨天出來了 居然哀嚎說又是網軍跟那個名嘴治國 然後會有報應 請教你朗東 他已經惱羞成怒了 講那個有報應 那都是小朋友的話 或是沒念過書的人的話 怎麼一個堂堂的一五七智商 他的用詞是這樣 可見這一次敗得很慘 對 而且我們其實他在看電視的時候 是看到禮拜一的這樣的一個節目 所以說他昨天的可能還沒看 他可能今天會更生氣 但是其實我們都很無奈 因為我們都是希望說 那地方跟中央一起團結 我們每一次不會去 特別去罵柯文哲 是因為他這個做得太爛 還在扯中央後腿 還在說謊 所以不得已有沒有把他揭發 然後結果柯文哲在那邊說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網軍 還是名嘴治國 那你就 柯市長 你就把我們所舉出來的事實 一一反駁 就事論事 不要用這種小孩子 吵架的這個方式去吵 但我再講下去我也覺得很好笑 首先黃珊珊他也跟著一起說謊 這才自然覺得很扯的地方 總共有三個謊言 第一個謊言是什麼呢 他在九號的時候的防疫記者會 台北市議員說什麼快篩都沒送到 結果指揮中心馬上就出示了這個證據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簽收 自由台北的某個高中的一個教官 因為他們學校那邊有倉庫可以去存放 送到他那邊簽收 這位王信的教官受訪的時候表示說 他是五月九號上午的時候簽收的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通報了 北市教育局的防疫辦公室 那照理來講黃珊珊應該知道 所以黃珊珊在五月九號下午的時候 還說他沒收到快篩意思是什麼 就是台北市內部的資訊流通都很大的問題 或者是他根本就睜眼說下話 就直接就說謊 黃珊珊講的第二個謊言是 昨天下午七點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發明了車萊素點子 這件事情一出來之後 非常多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首先的話 那ICU醫生陳志堅他整理了一下 這個車萊素就是說運用了這個 在車上面就可以直接篩檢的 南韓在二零二零年 美國二零二零年馬來西亞以色列 全部都很早 你早今年年初二月這個新聞 高雄港那個時候在高山奇津那邊 都有設車萊素不用下車就可以篩檢 高雄今年二月就做過 然後黃珊珊呢 然後這個包含是說 剛剛南韓去年這個五月的這個時候 德萊素栽檢 連柯威特去年五月的時候也都有 完完全全就不是黃珊珊說什麼 他發明德萊素這件事情 第二個他說什麼 木柵機場要轉型成為野戰醫院 大家一聽就很擔心嘛 你是不是要搞方山醫院 還是要幹嘛的 怎麼會突然間有這個點子 後來太太太一直解釋說沒有啦 那個就是戶外篩檢或是門診站 結果一查發現類似這樣的一個政策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高雄港奇津那時候 就五個戶外這個拆檢站 戶外增加門診高雄早就做過 這不是臺北所獨創的 也包括說在去年一月整整一年多前的時候 在桃園那時候桃醫的急診外面 就有供急診患者就診的這個服務 所以相關的措施早就做過 結果這個檢出國議員 他在手上還有那個書 就是那一百五十三萬的防疫書 他花了五十幾萬去買快篩 結果花了一百五十萬出了那本書 我簡單講一下 光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四月的部分 我就把它解出來 全部在歌功頌德 指揮中心做任何事情他不提 全部說是臺北的功勞 裡面說什麼 建構出臺北通的市民臨接觸服務平臺 原本的你基本上去掃簡訊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硬要做一個會偷到各自的臺北通 還拿來說嘴 還說什麼運用已經成熟的數位平臺庫克園 那時候庫克園上線的時候 一堆的家長都罵翻 因為他一直當機沒辦法用 還包括是說什麼 這個北市團隊指揮官 第一線 還用科學跟數據實證領軍 那你用科學跟實證領軍 那為什麼在四月初的時候 你發了七萬封簡訊 結果事實上你的採檢量 那個時候才一千多 後來就把四千多的一些七個採檢量 都算進去也不夠 這到底是為什麼 那柯文哲面對這些回應 是完完全全都是沒有解釋 而且短短的兩天之間 從快篩站 從快篩有沒有收到 然後到撤來術的發明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這個野戰醫院 一連串的不是都是謊言 所以我覺得是說 柯文哲基本上 這已經前驢技窮了 那也表示說 我們大家對他的這個監督 有發揮到的一個效果 這其實我們講這些 不是針對柯文哲 我們是很痛心台北市民 為什麼會被這種市長所治理 整天防疫記者會 都不做正事在那邊說謊言 這些事情 我相信說所有台北市民 必須要一起站起來 反應這樣的一個聲音 去給客人的知道 他沒有辦法再透過 他的那種網路操作 去做胡作非為了 就是他這個 很顛倒黑白 結果禮拜一 最重要的就是 被梁文哲所公佈的那個 一個表格就是 那個所謂的政府跟 國營事業相關機構 還有各縣市的一個 快篩計的採購平台 據說這個所謂的採購 團購這個事情 也是高雄市場 陳其邁提的點子 然後當時就讓大家來認購 結果他認購了多少 53萬元 53萬元 53萬元